四場號已經有100年歷史 最初是做船上用的栗洛 後期因為沒有舊的木船 所以不再需要栗洛 唯有改變 這張是郭富城很多年前 在深圳一個電影首領禮 有天皇用我的木錘 有種使命感 很久歷史 不捨得除招牌 都是隨緣 如果真的不行 就結業就結業 究竟是結業 這部我們叫做車床 它是專車木 通常我們就是找一條方木 就是去了四角角 打了一個奔子洞 接著放上去 這把刀就是先起粗皮 刮一下 然後這把幼身一點 就起坑 方的木便仍然叫車木 最重要是膽大心小 最重要是要搞得很棒 不然它會跳的 我最初過來都會害怕 都會車一車就習慣了 刀柄 或者拍賣槌 以前人的椅子 就用車木 車木很久歷史了 不過現在全香港只有我 我做的 挺喜歡車木的技巧 做出來很漂亮 這間店舖就是我爺爺的師父 就一百年前創立的 他當時都在油麻地 我爺的師父 他的兒子就沒有興趣 他就傳給我爺 由我爺爺再傳給我爸爸 接著最後就是傳給我 都是第四代 最初是做船上用的栗鑊 那時候因為全部都是木船 他們都是用栗鑊 用來扯飯 或者釣貨物之用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栗鑊 它是木製的一個畫輪 我們只是負責木殼 畫了一個橢圓形 接著在運具裡戒 放了兩個銅餅 接著用一條軸穿過去 準繩度要很高 很高很高 有些差錯 這塊鐵就擠不下去了 算得了 後期因為沒有舊的木船 用了貨櫃船 所以就不再需要律鑊 唯有改變 有些客人問我們 做不做一些冷氣木圈 很自然地轉型 用這把鑊鑊 戒這些半圓形 固住水後的木圈 戒的時候 就是尺寸一定要準 因為我們初初不認識 初初失敗過很多次 最後摸熟了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底 這樣塗上去 這個就是表面 很穩固 所以我戒的時候 就是尺寸一定要準 由綠鑊轉到 做到冷氣木圈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改進 都算是成功 如果現在做綠鑊 但兒子也不夠買豉油 這裡最相佈是天熱 背部都濕了 又沒有冷氣 不可以有冷氣 不可以吸空氣進去 轉冷氣 吸不就吸了木框 我只有一個因做 One man's shot 給你看一張珍貴的照片 這張是郭富城很多年前 在深圳一個電影首映禮 你們看到這個木槌 木槌是我做的 當時也挺開心的 有天王用我的木槌 所以這張照片 雖然是剪報的 我都放到現在 中學畢業 我就回來幫忙 那年應該是17歲左右 接手到現在 都61歲 半個世紀 本身有沒有興趣 我其實沒有興趣 其實是賺錢的 我一向對 因為對得多一點 對木沒有興趣 所以我不明白 現在年輕人很喜歡 工作室 搞木企工作坊 我們比較 屎繪一點 現實一點 覺得兒子打理店鋪 打理成怎樣 OK 沒得撐 沒得撐 說不定是家族生意 只會被迫住 想不做也不行 但打理得很好 對呀 希望做 你慢慢搞定 我都想保存招牌 我想是一種使命感 很耐力 不捨得脫招牌 我爸爸還健在 怎麼可以在眼前脫招牌呢 不過始終有一天 一天 通常年三晚 就重新再買一套 再参花掛紅 用鹽油醃水 就抹乾淨它 是一個傳統的儀式 很多人問我 四長三點水就有個四 為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很想知道 知不知印尼有個地方叫試水 讀個試字 有些人不懂得讀四 我沒有所謂 你這家真是八年老碟 你做得一件事得事 都是隨緣的 如果你真的不行 結業就結業 好閒而已 始終有一天 又有洗心裡準備 我的子女都沒有興趣 他們自己都有 各有所成 就有他們 會不會很可惜 不可惜 我又不喜歡頂給別人 我免得頂給我 做壞我的招牌 我寧願在我手上結業好一點 我做人的心態 是這樣的 做人的心態 是這樣的 做人的心態 是這樣的